大家好,哈萨克兰的前首都阿勒木图再次爆发枪战 我把现场的视频链接放在下方,你还是点开标题 你点击一下标题,然后下面就会列出一个列表 里边有一个视频的链接,很多人问我怎么看 我再重复一遍,你点进去就能看到 这是今天下午的视频,发生在阿勒木图街头 激烈的枪战,从现场机枪扫射的声音可以看 这个枪战非常激烈 大家知道现在哈萨克兰的局势非常微妙 那么前政府,也就是前纳扎尔巴耶夫的一些支持者 还在赋予抵抗 托卡耶夫现在下令军警对于这些人可以直接开枪 直接开枪的意思就是不加警告可以直接消灭 那实际上就是在进行一场清洗行动 那这些被清洗的人员知道自己的未来的命运 他一定要顽强抵抗 所以哈萨克斯坦现在就是一个内战状态 告诉大家准内战状态 那么准内战状态,现在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大量的雇佣军正在进入哈萨克兰 所以哈萨克兰的边境地区,特别是南部地区 阿拉木图,为什么集中在阿拉木图 因为阿拉木图距离吉尔基斯 距离阿富汗非常近 很多工兵来自于阿富汗 现在哈萨克兰的反恐部队也对外首次公开 俘获的大量的武装人员 是只会讲阿拉伯语,只会讲波斯语 都是在中东地区作战的这些人员 他不会讲哈萨克语 他们来自于哪呢 从阿富汗中转 中东的恐怖分子从阿富汗中转进入哈萨 那么现在哈萨坦就演变成什么呢 是由俄罗斯支持的哈萨坦托卡伊夫政府 他的武装队与前纳扎尔巴耶夫 这个政府支持的来自中东地区的雇佣军在作战 这是现在哈萨坦的一个真实情况 那现在被俘的这些人员已经承认 他们来自阿富汗 现在我了解最新情况 阿富汗的这个和塔吉克斯坦边境地区 塔利班也在增兵 133名受过自杀式爆炸袭击 这种训练的塔利班士兵已经增援到塔吉克斯坦边境 我后面也会把这个视频链接放到下面 塔利班呢 他是有一支自杀式小组的 这一支部队啊 其实战斗力非常强的 他开自爆卡车可以冲击你的阵地啊 那么他增兵到塔吉克斯坦 现在引起塔吉克斯坦边境的一个紧张 大家知道塔吉克斯坦边境是中亚地区啊 和阿富汗这个直接接掌的国家 那么他如果出现动荡 从塔吉克斯坦边境地区大量的武装人员渗透到中亚 加入到阿富汗的这个内战 我为什么说是内战啊 因为现在哈萨克坦啊 已经成立了一个叫哈萨克坦解放阵线 反什么呢 反这个俄罗斯和这个集体安全调冶组织军队 接收哈萨克坦 进驻哈萨克坦 他这个解放阵线啊 这些人员呢 和纳扎尔巴耶夫后面是有联系的 所以呢 现在哈萨克坦已经进入准内战状态 而现在这些解放阵线的啊 这些解放军和这个啊 阿富汗的这些雇佣军也好 或者阿富汗的这些极端人士也好 实际上成了同一战线 一起来对抗俄罗斯 俄军进驻哈萨 所以未来哈萨国内的形势非常复杂 那么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 和塔吉斯坦这个边境地区 现在就成为重点 那么塔利班现在来看啊 很可能是获得了哈萨克斯坦 现在的这个纳扎尔巴耶夫家族 大量的支持啊 特别是美元的支持 还有国外的境外的一些势力 给这个中东地区提供了大量资金 那么这些雇佣兵就来到哈萨 参与哈萨国内的政变 参与到国内的这个军事冲突 那其实大家也就懂了啊 纳扎尔巴耶夫家族正在做最后的反抗 这个纳扎尔巴耶夫家族啊 非常富有啊 告诉大家 他只能花钱在这个阿富汗就可以 招募到大量的这种雇佣兵 现在哈萨克斯坦的这个今天啊 在阿勒木图这个枪战啊 大规模枪战啊 我怀疑就是这些阿富汗国用军 正在和政府军作战 那现在我了解啊 这个哈萨克斯坦的首都啊 努尔苏丹很可能会更名 不再叫努尔苏丹 因为努尔苏丹呢 是这个纳扎尔巴耶夫啊 他的名字 很可能会更名回叫阿斯萨纳 另外呢 在阿斯萨纳也成立了一个民间的执法机构 维护和平和秩序的组织 民兵成立了民兵 包括呢 运动员 医生 企业家 教育工作者和志愿者 那形成了一个民间保护团体啊 那这些人呢 现在呢 已经开始在哈萨克斯坦的这个首都阿斯萨纳 进行巡逻 以维持公共秩序 那现在呢 这些人呢 我从这个哈萨克斯坦公布的视频来看 并没有持枪啊 所以他们只是维持这个基本的啊 一个地方的秩序 现在来看呢 哈萨克斯坦的局势啊 并没有平息啊 很可能哈萨克斯坦的会演变到内战 那如果纳扎尔巴耶夫啊 和托卡耶夫啊 没有谈论啊 很可能纳扎尔巴耶夫啊 破釜真抽 利用自己的这个美元啊 利用自己大量的海外的这些美元啊 收买公军 那哈萨克斯坦的内战就开始了啊 现在哈萨克斯坦的国内啊 已经成立各种民间武装了啊 要反俄 反抗俄军占领 要袭击俄军 我个人认为呢 俄罗斯呢 最后会和纳扎尔巴耶夫谈拢啊 另外呢 也会说服托卡耶夫 不要赶尽杀绝 所以纳扎尔巴耶夫很可能会流亡俄罗斯 俄罗斯的特种作战部队啊 特种部队 很可能秘密的接纳扎尔巴耶夫 离开哈萨克斯坦 前往俄罗斯 现在哈萨克斯坦的局势啊 非常复杂 复杂在哪呢 就是他的军队和警察系统啊 分裂了 因为前啊 就是纳扎尔巴耶夫政府 他的一些官员啊 他知道自己未来会被清洗 自己未来的命运就是被 要么被监禁 要么被枪决 所以他会拼死抵抗 警察系统 军队系统 托卡耶夫也不相信任何人 他也不知道你到底是忠于我的 还是忠于纳扎尔巴耶夫的 他也不用你这个系统 所以托卡耶夫更多的是相信俄军 包括他这个电子战部队 甚至这个秘密加密的通讯 也不用自己那套系统了 而用俄罗斯的系统 他也不知道你是吧 你到底忠于我 还是忠于纳扎尔巴耶夫 纳扎尔巴耶夫在哈斯坦的国内 还是有一定的盘根错节的这种 这种关系的 所以托卡耶夫也不能掉以轻心 现在是哈斯坦啊 最关键的时刻 就是托卡耶夫能不能最后执政 要看这几天 能不能消灭掉哈斯坦境内的 这些抵抗势力 现在来看呢 除了雇佣军以外啊 哈斯坦的这个军队和警察系统的一些人员啊 实际也参与了这个反政府的一些行为啊 把警察衣服衣脱掉 带着一帮人实际上就造反了 实际现在哈斯坦的警察和自己的啊 一些之前的领导同事在作战 这就是哈斯坦现在的一个情况 非常搞笑啊 警察打警察 军队打军队 俄罗斯呢 俄罗斯也进来了 你们打 打完以后我收拾残局 所以纳扎尔巴耶夫和托卡耶夫啊 现在是个决战时刻 不过纳扎尔巴耶夫还是有财力的啊 他这个在海外的一些资产啊 特别纳扎尔巴耶夫家族啊 大量的钱 雇佣军从中东地区购买了大量的武器啊 弹药啊 军火啊 从吉尔基斯 你看直接就进阿拉姆图 为什么要攻击阿拉姆图 为什么阿拉姆图现在 这政府军使用拿不下啊 为什么 阿拉姆图离哪近呢 离吉尔基斯近呢 大量这种边境通道 实际上纳扎尔巴耶夫还是有渠道 他可以管控哈斯坦的一些边境地区 一些走私通道 从这个地区大量的人呢 武器啊就进来了 所以啊 很可能哈萨克斯坦南北形成一种对峙 所以我说哈萨未来很可能形成一种南北内战的状态 你包括现在这个哈萨解放军 哈萨这个民族解放阵线 要赶走俄军入侵啊 所以最近这几天呢 是决定哈萨克斯坦命运的这几天 哈萨已经进入内战状态 我个人认为呢 纳扎尔巴耶夫啊 利用这些雇佣军也好 利用这个军队系统警察系统啊 最后这个抵抗力量 正在和托哈伊夫来谈 双方正在谈 谈最后的这个 自己未来的结果 到底是被通缉 被扔进监狱 被枪决 还说我能安稳的 结束我后半生啊 我这个 纳扎尔巴耶夫 我这个家族能够安全落地 正在谈这个事情 那对于中国来说啊 中国也需要关注啊 因为哈萨克斯坦 如果因为这次政变啊 造成了南北对立 出现了什么分裂 内战的情况 对新疆的稳定 十分不利 大家知道这些雇佣兵啊 中东来这些雇佣兵 他是有极端思想的 哈萨克斯坦抓住这些雇佣兵啊 审讯的用阿拉伯语 用波斯语 用这个阿富汗 普什图当地的语言来审讯 就根本这些人不会讲哈萨克语 他是外国公民兵啊 那这些人到达哈萨 如果在哈萨克斯坦的南部 在阿勒姆图 形成势力 哈萨克斯坦爆发内战 对新疆的稳定 非常不利 哈萨克斯坦如果一乱 新疆必乱啊 这些武装分子渗透新疆 他形成了一个大本营 对新疆的渗透 威胁巨大 所以我说中国要关注哈萨这个问题 为什么 我一直强调啊 这个哈萨的稳定 对中国的重要性 主要是这一点 实际上呢 阿富汗啊 他现在已经成为了 我之前讲过 阿富汗成为了什么 成为海外这些雇佣兵 中东地区这些武装分子 他的一个大本营 他通过阿富汗渗透中亚地区 中亚地区通过这种内战啊 这种权力的争夺啊 大量需要这些死士 雇佣军替自己卖命 我不管你是什么 你就算极端组织 你就算伊斯兰国 你只能保住我这个政权 我也给你钱 支持你 那这些人就变成了什么 说白了 就变成一个雇佣兵集中地 就阿富汗 这些人就变成了 来自世界的一个雇佣军的组织 为中亚这些国家政权这些家族来服务 那这些公军在中亚地区一旦啊 扎下根 一旦在中亚地区形成势力 我个人觉得呢 对新疆地区啊 特别是哈萨克斯坦的入境 现在要管控 哈萨克斯坦对中国的一些入境 会不会利用这次冲突 有一些人会潜伏的进入新疆 边境地区要管控 另外呢 对哈萨克斯坦啊 国内的稳定 对托卡耶夫啊 以及纳扎尔巴耶夫政府啊 之间的这个谈判 中国要关注 要随时跟踪啊 了解哈萨克斯坦的趋势 我这个能力有限啊 但是我会把第一时间 把这个消息给大家汇报 我觉得很多人一样啊 非常关心这个 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局势啊 有很多人给我私下留言 让我及时更新 我虽然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啊 但是我只要有时间 只要有第一手资料 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汇报 有的时候呢 可能发布视频有些晚 晚几个小时 但是都是第一时间的 未来呢 有更多的消息 我也会及时给大家汇报 所以呢 希望哈萨克斯坦这个事情啊 能够尽快平息 能够尽快稳定 哈萨克斯坦稳定了 中国新疆 也就稳定了